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现在都附续进去体育馆 原本他们可能有些活动都是在马路旁边进行 何家明 刚才有不少军车和装甲运兵车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现在成立 首先宣示的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 由总理李鹏之后再由李鹏支持 他说 基本法正式开始实施 中央会全力支持董建华 在香港实施一国量制 香港的历史从此进入新紀元 二次纪志 两次纪念成立 十艺船上来到了香港昨天 We've had 4,000 troops come across the borders They've been met by well-wishers in Chengshui Villagers from the new territories Happy to see the PLA Of course they've been coming in at all three border points Bring several vehicles with them 4,000 this morning 509 last night And an advance party broken down into three So I need to know the 亦是首次解放軍從海路進駐香港 這十艘艦艇其實在昨天一早 已經到了貓灣港口 是等待今天出發的 車輪有更強烈的肌圖構圖 下車輪有更強烈的肌圖構圖 而且唯一給流是一張小的封底 到达的先遣人员逐一握手 另外183个解放军先头部队 也都进驻了岸船洲军营 重认两国驻港部队 是在昨晚11点58分 是为二次亲王军营 举行简短的交组 双方各自有22个官兵参加 主称旗仪式就在50秒钟之后举行 在凌晨凌时零分零秒 响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三个驻港解放军部队的礼兵 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先遣部队和先头部队 百几个海陆空军兵 向五星红旗敬礼 另一方面 在岸船洲、昌汇山、石江和赤柱等 14个解放军驻港部队 接管的军营营地 也都举行了升旗仪式 另一方面 驻港解放军部队副司令周八荣说 解放军一定会遵守香港的法律 解放军一定会遵守香港的法律 也会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 一定会遵守法 那州电视记者龙景新报道 香港政权的交接 已经在五月之前 现在两年后 我们有基本法 所以有这个保障的话 我们应该都觉得很有信心 除了广场上这些再歌再舞群众之外 其实北京还有很多市民 都是没有机会来到广场这一道 参加官方组织的慶回归活动 所以他们就在其他地方 用各自的形式来到慶祝 在北京这一间 很多港人入住的酒店 一批港人就在那儿看歌舞表演 而一些北京的市民 就在餐厅里收睇电视的实况转播 北京最大型的慶回归活动 将会在夜晚八点半 在工人体育场举行 到时国家主席江泽民 同总理李鹏等领导人 会赶回来参加 无线电视记者 谭惠仪在北京报道 其实除了北京之外 官方是指定了五个城市 进行这个慶祝活动的 详情由谭惠仪再报道 除了首都北京 有大型的慶回归活动之外 国内很多的大城市 都有类似的活动 而且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参加 上海市的居民可以透过电视转播 透过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的实况 也有人开香槟或喝酒慶祝 歌舞就是必备的节目 天津市的居民在7月1号零时的时候 看到烟花会演 当然不少得武师座庆 在重庆 这个巨型的倒数牌 在搭正7月1号零时 1997年7月1日这一天 将作为值得人们永远纪念的日子 接由香港第一批来北京的香港人 到时他们会得到一些奖状 欣文华 谢谢吴曉冬在北京的报道 在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完成了没多久 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 和各个主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现在成立 在中国总理李鹏监制下 董建华首先宣誓 本人董建华 尽此宣誓 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定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 尽忠之手遵循法律 主要官员就在政务司司长 陈方安生带领下集体宣誓 连结奉公 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服务 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服务 行政会议召集人中事员 也都带领其他议员宣誓 誓辞是和主要官员读的一样 至于司法人员就着返他们原来的服饰上台 以无据 以无据 无偏 无私 无欺之精神 维护法治 主持正义 部分不识中文的法官就以英文读出誓言 李鹏在典礼上致辞的时候 鼓励特区政府要努力工作 律师 在立法院的露台上宣读政治宣言 争取民主万岁 我们是现在要求我们的中国领导人 尽快争取这个临时立法会 争取立法会 争取临时立法会 我们要求尽快有一个公开公平的民主选举 我们一定会回来 我们一定会回来 他们较早前 在立法局外面和市民一起倒数回归 并且研点火具 而大批市民 还手持画和蜡烛在立法局外面游行 另外 就有一些市民在遮打花園唱歌庆祝回归 下周电视记者台美广报道 而世界上多个国家的领袖都 克林顿又希望 香港可以继续作为内地异建分子的庇护所 另外俄罗斯总统叶利音打电报给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文 中国 是的 今天对所有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盛大节日 我们收回的不仅仅是我们的领土 也是我们民族的尊严 香港回归告诉我们 只有发愤图强 我们才能致力于世界民族之灵 两对相反都被领导了 我觉得世界好像就是这样 在弱小的时候常常是被人家欺负 有时候好像是被硬硬抢过去了 那么当我们强盛的时候 我们就有势力跟他谈判了 跟他拿回来 就是我们中国世界强大嘛 是吧 你看我们今天中国啦 无论在国际上啊 经济上啊 所以我们现在的十多年那个国家的发展 今天很多方面都强带起来 这个影响呢 影响 就是我们很多将来中国的发展也很大 很快就把这个英国就赶上来了 昨天晚上十点到今天凌晨 新加坡新城国际会议中心热闹非凡 一千四百多名新加坡各界人士 和在新加坡的香港人 以及助兴的部分外国使团 一起观看了新加坡电视机构 转播的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的试团过程 党庄严的五星同棋 升起在香港国际会展中心时 在场的许多人情不自禁的国际长 举起酒杯 祝贺这一历史性失科的到来 我们没有机会回到香港去看 但是我们在这边还是有机会参与这个欣慰 应该是我们一种荣幸 还有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大的意思 也是香港一个改变的意思 我也对香港人对我们中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我也觉得以后再来 香港一定会在我们回归中国以后 一定会做得更好 许多在新加坡工作学习的中国人 昨晚也早早就没坐在电视机前 盼望着这个医学拜年国旨 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日子 这次香港人们顺利的过来 通过和平凡日过来 一个正宗的中国现在是 终于在世界上真正站起来了 因为不是一个人今天碰到什么好事 心情高兴 而一个民族为这一个历史的时刻 感觉心情是有无比的一种激动 因为这个民族真正的强大起来 九七香港回归特别报道 举世矚目的香港政权交接仪式 就了解 昨晚十点钟开始 新加坡电台和电视台 都转播了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的实况过程 记者随机采访了解到 当晚绝大多数新加坡人都坐在电视机前 观看了香港回归庆典的全过程 这是中央台记者从新加坡发会的报道 香港回归庆典在泰国电视媒体中引起高度重视 当地时间6月30号晚上10点 北京时间11点 由泰国第五电视台和政大集团 及中国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 回归之夜大型直播节目准时开播 泰国记者分别在香港和曼谷对香港回归庆典进行了报道 并接收中国中央电视台信号 及时报道北京的庆祝情况 泰国第三第七第九电视台等电视机构也对香港回归庆典进行了现场直播 这是中央台驻泰国记者发会的报道 在香港回归组激动人心的时刻越来越临近的时候呢 居住在厚勒聊的230多名中国留学生 汇集到了这个池塘 那么您看这个池塘呢 现在已经被布置成了充满了喜庆而庄严色彩的会场 除了这边有一个电视以外呢 这边还安排了一座电视 那么学生们聚在这里共同刚看中央电视台 关于香港回归的现场直播 期待这一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的到来 四 九 七 三 五 四 三 二 一 四 besch夙边 地道 日子 夜《五 三 三 五 四 八池 是多客气 对面 但比较改 Atlantic 剩下我的头发 歹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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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我们在一起 靠着街头逃过 前进 靠着街头逃过 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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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下ался回 big 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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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我们快活 几世难 我们快活 靠近 吧 忠哗 你 可哀哩 你 这种说不出来的一种那种感觉 特别的激动 在海外這種感覺更強烈 對 對 就是覺得愛國 真正就覺得什麼叫愛國 實質性的那種 內在的那種 什麼是祖國 什麼是國家 什麼是強大 什麼是繁榮 色彩真正那些 但是看了那電視的時候 忍不住就是眼淚水就要流出來 讓我們提升高唱 歌唱祖國 歌唱祖國 讓我們生氣 人民共和活著再生長 我們一舊貓著動 只一個前天的方向 我們的祖國 天天相賞 我們很清楚 萬丈光光 無心同心 天空漂亮 生命和生活都響亮 讓我們親愛的祖國 從心走向白龍故鄉 讓我們親愛的祖國 從心走向白龍故鄉 在菲律賓 慶祝香港回歸的慶典大會 從六月三十號晚上九點開始 一直持續到七月一號的凌晨兩點結束 菲律賓 慶祝香港回歸的慶祝 華人代表兩千多人參加慶典晚會 他們代表菲律賓一百多個華人華僑社團 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關登明 新華通訊社駐菲律賓分社記者 中國駐菲機構人員 也與菲律賓華人華僑一起 共同度過香港回歸之夜 四米見方的電視屏幕 把菲律賓一百多萬華人華僑的心 帶到了香港 帶到了紫金花的氛圍 生活在地球另一端的紐約地區的華人華僑 早早從四面八方聚集到唐人街 歡慶著令人驕傲的歷史時刻 今天參加慶祝活動的有 生活在這裡的六十多個華人華僑社團 他們分別來自祖國大陸 香港和台灣 喜雪 恥辱 民族驕傲 使他們摒棄了不同觀點 昂首自豪地匯聚成浩浩蕩蕩的中國人隊伍 行進在異國他乡 激動人心的時刻終於到來了 這一刻畫上了一個莊嚴的句號 結束了中華民族一個多世紀的屈辱史 這些寶金滄桑 歷盡磨難的海外遊子 激動 歡聚 熱淚盈眶 沸騰的唐人街洋溢著不盡的民族自豪 這確實是了不起的一個女士生大師 因為洗手了半年多的苦吃 十五個半年多的苦吃的 這個是在中華民族來說 確實是一個很大喜事 我實際感覺的非常非常地壓迷充氣 看望已久的偉大時刻現在到來了 好 觀眾朋友們 香港馬上就要結束150多年的殖民統治歷史 回到祖國的懷抱 我現在所在的地方呢 是美國洛杉磯的好萊塢公園 兩千多名中外人士今天聚會在這裡 他們將作為歷史的見證人 見證香港回歸中國這一歷史的時刻 那您現在的心情是怎麼樣的呢 很辛苦 很興奮 因為都是一個重要的日子嘛 所以香港都是中國的地方 所以都是應該回去中國的吧 我是香港來的 我香港初心 香港長大 你對香港經濟前景怎麼看 我是非常樂觀 我自己有親人在香港 我也有很多客戶 我做很多中美的商務的法律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香港跟香港的 中國的繁榮是對全世界是非常重要的 很高興啊 因為從昨天開始 所以美國的電視 一直在轉播中國跟香港的情形 這個是歷史上從來沒有試過 香港給中國大陸經過三個階段 1841年 1860到1898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中國很弱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 英國人外國人要什麼東西 我們也租借了這些地方 通通引人家要什麼東西 我們給他什麼東西 可是現在1984年 跟中國那個那個 談飛的情形完全兩樣 這個作者反過來了 所以對中國人講 這個是很高興的事情 此外在芝加哥的部分華人和美國人 從昨晚到今天凌晨 一直在美洲東方衛星電視接收機房 觀看實況轉播的香港回歸盛況 大家開啟香檳酒 祝願香港明天更美好 北京時間6月30號晚上 香港駐歐盟辦事處 在被稱為是歐洲首都的 比利時城市布魯塞爾 舉行親組香港回歸 收看香港政權交集儀式的 電視直播招待會 收看電視直播的 有世界各國駐歐盟和比利時的外交使節 比利時的政府官員 華僑及當地的知名人士 香港政府駐歐盟特派代表 盧一輝先生 在接受中央電視台採訪時說 香港駐歐盟辦事處為了迎接香港回歸 舉辦了包括電影節在內的各種慶祖活動 這次在布魯塞爾舉行電視直播招待會 是希望各國人民和比利時各界人士 能與中國人民共同分享香港回歸的喜悅 現在是比利時當地時間6月30號晚上 6點58分 北京時間6月30號晚上11點58分 讓億萬中華民族子孫盼望了一個世紀的激動人性的時刻 快要到了 我感到非常高興 今天是中國政府 中國人民共和國政府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的第一天 我很高興地從螢幕上看到了這個政權交接的儀式 從今天起我們終於把中國人民的一百多年以來的願望 終於實現 巴基斯坦駐歐盟大使說 香港回歸中國 標誌著殖民統治在亞洲的終結 我們和你們一樣感到高興 孟加拉國駐歐盟大使說 這是一個偉大的時刻 中國關於解決香港問題的一國兩制的構想 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創舉 孟加拉國對此極為讚賞 日本駐歐盟公使三本性情說 首先我要對中國政府和人民表示祝賀 我相信香港回歸中國以後 香港將和原來一樣 繼續保持其繁榮穩定 九九歸一一方 九條遊籠環繞雁池寓意九九歸一 香百根雕底座寓意鹽黃根脈與黃埔相連 青海省人民政府贈送掛毯 青海朝永慶回歸一湖 手工編織出青海湖的壯麗景觀 表達各族人民對香港回歸之情 寧夏回族自治區人民政府贈送 赫蘭石雕木龜一座 手持長笛的木桶以坐牛背踏躍而歸 寓意香港在牛年回歸祖國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 贈送手工毛枝地毯 天山荒歌一湖 展現新疆各民族在歌在舞 慶祝香港回歸的歡慶場面 北京通常 原來的大陸 北京通常 立大陸 九二年 文廣山 什麽